猫骨到底有多可怕 它真的能够害人于无形吗 所谓的猫骨被视为最凶狠残忍的巫术之一 是动物骨的其中一种 也叫做猫鬼 是一种广泛流行于西北地区的邪神 尤其是在甘肃和青海地区 据说古代行物术者训养猫 有鬼物附着其身 可以通过咒语驱使操控它去害人获利 因此猫鬼常常被认为是一种不吉祥的邪物 偷盗金银伤人害命 据说人们一旦被猫鬼缠上 身体和心脏都会像针刺般疼痛 这时猫鬼正在吞噬人的内脏 被害人据说先是四肢像针刺一样疼痛 继而这种症状变及躯体 最后到达心脏 当心脏出现针刺感时 被害人就会吐血 日渐脊弱最终血尽而亡 而被害人的财产也会神奇的转移到续养之人家里 其身形人眼看不见 疼痛的同时 也会使人产生一股强烈的恐惧感 由此不难看出 猫鬼除了具有一些巫术神话特征之外 还带有浓厚的孤独色彩 猫鬼最盛行时期为随城 随大夜年间 京都就发生了一次猫鬼巫蛊事件 当时民间谣传猫鬼害人 一时谈猫色变 满城风雨人人自危 公元610年年初 皇后独钩家罗突然全身刺痛 病倒在床 御医诊断说这不是自然之病 而是猫鬼所致 独孤家罗的父亲 是历史上著名的美男子 独孤信 翻文 当时他与二方龙溪郭氏的六子 对独孤家罗意见颇大 其中老妖孤陀怨起由衷 独孤陀的妻子 是大臣杨素同父一母的妹妹 对杨素同样有怨恨 于是心思歹毒的夫妻二人 便寻思着 鼓着点幺蛾子 独孤陀的外婆家 是养猫鬼 其中一个叫徐阿妮的婢女 因善续养猫鬼之事 便成为了独孤陀的心腹 受其指使 传说 养猫鬼需配合一套仪式和咒语 虚杀老猫来作骨 猫年岁越长越好 此后每当子业时分 续养之人必须用老鼠祭祀他 而且这种祭祀绝不可间断 否则被续养的猫鬼 就会反噬续养之人 养到一定的时候 感到可操控猫鬼了 续养者就会放猫鬼去害人 于是独孤陀便整天想着 通过猫鬼转移财富 勿劳而获 猫骨到底是一种什么骨 为何说它是古代最恐怖的邪术 一次 独孤陀家中没钱了 便对饲养猫鬼的徐阿尼说 可令猫鬼往月宫杨素家 让我多钱 然后徐阿尼便念起咒语 将猫鬼招了出来 过了几天 猫鬼跑进杨素家里 带来了许多财物 杨素的妻子正是就病了 没过多久 独孤陀又对徐阿尼说 可令猫鬼向皇后的住处 让她多次些财物给我 徐阿尼便再次念起咒语 于是猫鬼就从杨素家出来 转而进入皇宫 皇后就病了 虽说徐阿尼交代了一切 但仅凭她的一面之词 难定独孤陀之罪 于是皇帝便让徐阿尼 呼猫鬼出来 一遍真假 结果 徐阿尼在呼猫鬼的过程中 两眼发直 脸色发青 整个人就像被什么东西拉扯的向外移 看得人禁不住惊呼 猫鬼附 此案虽定 虽然谁也没看到猫鬼到底长什么样 又是怎么转运财产的 但民间由此开始谣传猫鬼害人 一发不可收拾 于是隋文帝采取了斩草除根的方式 把京城内所有家里有老猫的人都给抓了起来 最后朱砂流放的人家打几千户之多 此后一段时间 事态看似平息下来了 不过后来又死灰夫人 越来越多的人家开始饲养老猫 来实行诅咒之处 甚至到了后来 又连《本草纲目》中 也有关于制服猫鬼野道的一方 相思子可驱虫 非兔消肿 寻马子也是消肿八毒 窃下通知的效用 朱砂则是辟邪好物第一角色担当 讲辟李时珍是照着化邪驱毒的思路 来进行医治的吧 不可否认的是 猫在民间并不是一种吉祥的象征 不予有云 狗送财 猫送丧 猫在尸体的旁边 常会引起失变 据说当它跳过尸体的时候 尸体会直立起来掐人 这时 守灵的亲人只要在旁边 说几句安慰的话 它就会安息 又有人说 尸体会六亲不认 只要是有生命迹象的人 就会掐着脖子 绝不放 甚至还会吃人 具有十分浓厚的封建 迷信素材 在现代人看来 不过是一种威严耸听的 不实传闻吧 因此 很少人相信 你知道猫 为什么会引起失变吗 据说这是因为 猫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 它有九条命 而当它经过尸体旁边的时候 死去的人 能够感受到它的召唤 会跟猫借一条命 而后跳起来 古人及民间城 人死时 有时胸中还残留一口气 如果被猫狗鼠什么冲了 就会假复活 动物灵魂 附体到尸体 是平常说的诈尸 但是这一口气 完全不能支撑其生命 就会像复活的尸体 野兽般的乱养 最后 那口气泪出来倒地 才算彻底死了 那么猫 是怎么样 由一个普通动物 变为这样一个邪神的呢 除了自然的物老城境外 在甘肃 以及青海等地的民间传说中 也有不少的传闻 一是供奉活猫 把家中饲养的活猫 供奉在房子中间 上香 点灯 日日祭拜 过一段时间 即可恋成猫鬼 二是供奉死猫 家中饲养的猫 在正常死亡之后 将它供奉在干净的屋子里 上香 点灯 日日祭拜 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便可以炼成 三是意外死亡的猫成精 猫的民间 被视为一种通灵的动物 在其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 怨气难消 忠诚邪恶 报复人间 假如由于主人的熟火 家里的猫被饿死了 猫死后 阴魂不散 化为猫鬼 报复主人一讲 值得一提的是 宗巢的养猫文化 相较于现代 那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去别人家取猫时 不仅需要准备聘礼 甚至和人结婚一样 还要提前翻翻 养猫的老黄礼 也就是 相级备要通书 来挑选一下 哪一天适合接猫咪回家 如果是主人的猫 所称的小猫 那么就要给主人延 而如果是野猫的小猫 或者是猫贩子的猫 就要将小鱼串成一串 给母猫送去表示郑主 此外 还要象征猫咪身份的猫气 纵观历史 从先秦到汉代 从隋唐的猫鬼 到宋朝的火热 再到猫被广泛作为素材 被记录到 智怪小说之中 尽管历史回家一眼时 猫被莫名地 添加了很多的罪名 但不可否认的是 人们对猫的关注 越来越多 对于猫的喜爱 也越发深刻 好了 今天的故事 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